1908年11月14日傍晚,年近38岁的光绪皇帝清德宗爱新觉罗在田,在中南海营台韩元电视室,林忠贤无一名亲属及大臣在身旁,被人发现时早已死去,光绪皇帝无论生前死后都备受冷落,孤苦凄凉至极,就在光绪死去的第二天下午,他的母后,郑敌,曹纵晚清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, 死在了中南海营卵殿,中年74岁,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,钟爱都感到震惊,人们普遍认为,38岁的光绪,死在74岁的慈禧前面,前后相差不到一天,这不是巧合,而是处心积虑的谋害,光绪被人谋害致死的种种说法由此产生,但终究没有证据,变成了一个未解之谜,沉寂在历史中, 直到百年后,中国官方以现代法医手法检验,才证实光绪皇帝是死于披霜中毒,2008年,在光绪地去世一百年之际,由国家秦史编转委员会,清西陵文物管理处, 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等单位,联合组成清光绪第四因专题研究课题组,确定光绪是因为急性肠胃型披霜中毒而亡,研究人员通过现代法医学手段,对光绪遗体的头发,遗骨,衣服及木内外环境样品,进行了反复的检测,研究和分析, 专家发现,光绪的衣领及头发上,均沾染高浓度的三氧化二身及P霜,淘浦未屈的三氧化二身源于尸体腐败时的体液进食所致,而头发及衣领的三氧化二身也是湿液坚实的遗留,一般人服用P霜60至200毫克就会身亡,仅在光绪地部分衣物和头发上减出的P霜总量,就已高达201毫克,光绪的死因大白于天下, 那么慈禧为什么要狠心杀死光绪呢?前面说过他们是政敌,光绪皇帝在田是慈禧亲妹妹的儿子,慈禧的亲儿子同治皇帝去世后,四岁的光绪皇帝继位,但权力一直都在垂帘听政的慈禧手中,甲午战争后,光绪皇帝支持谭四同和康有雷等人的戊须变法,意图夺回权力,结果变法失败,光绪皇帝本人,也被慈禧的战争, 慈禧太后判了终身监禁,1908年,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病重,但光绪皇帝感觉到慈禧一定会死在他前面,并在日记中写到慈禧死后一定要先杀了袁世凯和李莲英。 这段日记被李莲英报告给慈禧,慈禧明白叛逆的光绪,一定会修后算账,不但会将他死后的待遇降低,说不定还会开关鞭尸,于是对光绪痛下杀手。 1908年11月的一天,光绪皇帝在床上乱滚,大叫肚子疼,三天后驾崩,寓意记录光绪地面黑,舌头焦黄,与光绪之前的病症毫无关系,当时的人们就非常疑惑,但直到百年后才得到证实。 慈禧得知自己命不久矣,做了两件大事,杀光绪和利溥仪,一切按照自己的心意安排妥当之后,慈禧在光绪驾崩,二十二个小时之后咽气。